女性的乳房其实是肝精所煮的 它是反映我们人体一个情感压力的部位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心理压力 或者情绪波动的女性容易有乳腺增生 这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压力都会引起肝气的郁结 而对于女性来说 这种肝气的郁结它跟男性有所区别 男性肝气郁结往往就会引起脂肪肝 而女性肝气郁结就容易引起乳腺增生 还有可能影响到子宫和卵巢 最后还会在我们的面部表现出来 形成黄鹤斑 所以我们调理胸部的问题 不仅是为了胸部的美丽和健康 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殖系统的健康 和我们面部容颜的美丽 当乳腺有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淤组 形成节节 甚至有的人就会形成肿块 那这种肿块呢 如果它发展成顽固的 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健康大问题 也就是女性都比较担心的一些大病了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女性 就是每天晚上 你可以按摩疏通胸部的乳腺 如何来做呢 我们可以先涂一个按摩霜 这个按摩霜呢 我建议呢 就是用中药的按摩霜 因为中药的按摩霜呢 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 你通过按摩呢 药性吸收 这样疏通乳腺的效果就会更好 所以呢 我是用红花和摄杆 来做了这样的一个胸部疏通的按摩霜 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来按摩呢 就会发现呢 慢慢这些肿块或者是淤组的地方呢 它就通开了 一开始呢 你按到这些部位 它就会酸痛 慢慢呢 它就不痛了 当你最后发现 疏通下来 整个都没有痛的地方 也没有淤阻 没有那种阻碍 或者是磕磕绊绊的地方 那么恭喜你 你的乳腺就打通了